至於要不要問到 我到現在 我自己有時候週末還會偷笑 我怎麼能破解這麼大的錢案 那在我之前 所有的學者 除了日本的家藤館先生 家藤館 這個厲害的家藤館 他意識到說 因為他有批袋在摸中國的服務 他意識到說 其實文景的時候 以前都說那個時候 前文大亂 這個是賈儀的說法 我們現在對文景的概念 其實是因為漢書保留了賈儀的論點 所以就把我們塑造起來了 賈儀的那時候是誤解 那我為什麼會誤解呢 因為賈儀在這個制度推行之後 七年他就死掉了 所以假設說賈儀他說的是真的 那也是前面幾年次 可是這個制度推行了四十多年 所以賈儀看到是一部分就算是他要 剛才我們還原那時候賈儀人寫的那個驟章 其實他是一個預測 是漢物業要揮著自由主義政策 賈儀他警告 賈儀警告漢物業你再搞下去的話 貼下大亂 一定大家就是把列表記就打開來了 就開始印了 最後結果一定是這個樣子 這個我們被他影響了 其實他的說法是不錯的 我在寫的文章的時候 這個要很小心 因為考古資料非常的多 所以你要好好間別 說哪一個是確確實實啊 這個半兩錢啊 這個四豬半兩 那外型都是半兩錢啊 那你要確定這個是漢物帝 這是錦帝 到五帝都是有半兩錢啊 這個東西都會了 那在秦朝就有了 那秦始皇 二世皇帝 對啦 旅厚 或是惠帝 那個都有不同的特徵 所以這個要非常小心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 把那些 像這個 這個是前幾天 就上禮拜的 這個就是昌翼王 昌翼王 昌翼王後來被 剛好蓋皇帝 蓋皇帝一個禮拜就被空向臺了 後來被貶到 被漢宣帝 貶到南昌去 到海溫侯 據說是他們 你看這個 這個報紙上說兩百萬美儲錢 各位不知道這個數字的含義啊 其實中國歷史上考古啊 沒有讓他們發生那麼多的 考慮的事情 就是說這個是一個什麼時代 是一個負地攻擊 非常聰明的時代 我們 我們各位老師都知道說 人生的西方漢學樣 像費政經啊 他說 負地最偉大的時代是宋代 那宋代為什麼偉大啊 對 很多因素 其實其實宋代的駐造的錢 是扛少了至少十倍 宋代的駐錢量 大概也許可以跟西漢相比 所以說因為他貨幣供給的同語啊 這個都可以去討論的啊 他才變成一個偉大的 在這經濟那麼繁榮 雖然宋代稅很重 但是他貨幣供給充足的話 你看這個 這個學者說這些錢啊 這堆錢可能是現在的兩千萬人民幣 其實我覺得不值啦 其實就是這個幣 也換算了現在的價值啊 好 我們 所以這些資料就跟剛剛那些 考的場景一樣挖出來的 我把它做統計啦 最後是什麼 這個文景的時候這個品質是最好的 這個看起來是最好 這個是錯覺 為什麼 因為這個時期啊 是戰亂 是漢出 戰亂時期 所以有些錢幣的年代定位 很容易被誤認 這個不會誤認 這個不會誤認 這個容易誤認 我們對比一下 這個品質是最好的 這個是被誤認的結果 因為他大概一兩年 他的變是第一次 因為考古上你沒辦法精確到一兩年 這個沒有那麼準事 所以這個是最好的 這資料太多了 各位也是繼續翻了 所以我問到周浩文文章 這個 我記得要用的是五筆資料啊 這個文景是怎麼樣 5比0 5比0就是大獲全勝 我一開始在寫的時候 我在想如果是3比2 大概這個問題啊 如果是4比1呢 應該可以 所以我是5比1 大獲全勝 氣候賽者冠軍 這個是我後來補充了 我又找到的資料 一樣 因為這個四出半兩千 在文理到5比0 你看 這個都是比他考的太多了 這個資料全部 各位如果哪一天 你發現說有比文景啊 在那個錢啊 更好的 西漢時期啊 比文景更好的時期 可以跟西漢 改建你啊 沒有的 全部他是最好的 自由出立時期品質最好 這個有人日外會 可能老師會問說 鄧通他們有的自己 鄧通這個人啊 因為在政治上他被鬥臭了 他這個人私德怎麼樣 我不曉得 反正他跟他們有一些私交之類 我沒有錯了 但是他後來他這個也不算壞 但是景帝呢 看不下去 景帝他的個性啊 對這個朝代 他的性格跟皇帝個人啊 不特質的有關系 景帝私欺的個性上 比較接近和福利的 我們都知道 為什麼會齊國治亂啊 因為他們景帝 跟他的堂兄弟在跟下棋 結果下輸了對不對 結果拿棋盤 把他堂兄弟給打死了 所以他吳王帝呢 對於他們中央長安的政權 非常感冒 你下棋下輸了 結果就把我兒子給宅了 所以他後來來起訴出來 和景帝是這樣的 他的個性 景帝跟武帝是 是很接近啊 他和武帝不一樣啊